國民黨可以有同舟計畫 歡迎大家同舟共計 但是這樣的同志 我們會立刻請你下船 中常委選舉頻頻傳弊案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落眾話 有弊端就開除 但似乎沒人聽進去 因為5號的中常委改選 40人要搶29席名額 選戰激烈 檯面下會聲會贏 有人用一格一格的方式去做販賣 對 那就是一格可能有到三千到五千不等 對 那我是覺得 其實中常委是國民黨的中央決策單位 其實真的不適合這樣的方式 其實我們應該要投給有戰力有理想的 傳聞並不是空穴來風 以這次為例 一位黨代表可以投15位參選人 換票價碼從一萬到兩萬元 甚至還出現五萬元高價 今年更誇張 因為今年的問題是 因為今年真的很競爭 然後今年也多了一些 比較有錢的商人來參選 五萬塊的事情也有 就是十五張 十五格 然後我一次買你五萬 所以你看看 如果是我一格賣你五千的話 那其實多少 七萬五千塊 還比五萬塊更多 對這些檢舉的情勢 如果查明證據是屬失 一定會立即來撤銷 這樣選舉的資格 最重更可能就撤銷黨籍 請你下船 孫文學校總校長張亞中 還曾開記者會 點名朱立倫要負責 考機會還設立檢舉專線 想避免選舉歪風 但怎麼嚴格規範 送禮吃飯 買票傳聞樣樣來 號稱歷屆最激烈的中常委改選 恐怕也是選風最糟的一屆 近期新聞亞天靈魅家採訪報導 我也有